这天,骆文舟闲来无事,玩心一起,从背后捂住了肺肚的眼睛。 嘿,猜猜我是谁呀? 啊,声音这么甜美,你是苗苗? 此时,骆文舟眉头一皱,感觉事情并不简单。 你开什么玩笑?我这声音听着像是姑娘吗? 当然是开玩笑的,肺肚情难至今地摸缩起骆文舟的手来。 接着菜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了,两个小时。 你睡了吗? 不好意思,才出差回国,时差没倒过来。 你睡了吗? 那接着菜。 问题是什么来着? 猜我是谁? 还能是谁呀,当然是那个谁了。 那你说名字。 哎呀,那个谁呀,我眼睛有点疼,你能不能把手拿下来? 别扯开话题,那个谁是谁? 还能是谁呀,总不可能是陶然吧。 说名字。 应该快下班了,我去买猫粮。 别扯的。 你真觉得我不知道吗? 谁知道你出国这段时间有没有备着我找别人? 你在怀疑我。 说名字有那么难吗? 这不是名字的问题啊,是我们信赖的问题。 我拿洛一锅一年的猫粮打赌,你不知道我是谁。 嗯,一定要赌吗? 不敢吗? 没什么不敢的。 哼,到了这一步还虚张声势。 给你个机会,松手。 到了这个时候还在虚张声势? 数到三,我们一起说出彼此初吻的地点。 你能想到的只有这个,是吗? 你,不会是忘了吧? 别耍花样,开始吧。 三,二。 在祈祷吗? 等等,先让我说一句。 师兄,出国这二十五天,我很想你。 我很想你。